指導律師親自上陣 教導實際法庭中可能出現的狀況 學生穿上髮袍走上模擬法庭 擔任法庭中的審判長 壽命和裴席法官 還有原告及被告訴訟代理人等角色 因為在以前我們的傳統法 我都是這樣子下來的啊 我們都是文化都是這樣下來 因為站在我自己的個人的立場 會覺得是比較 一個客觀的角色 不會有一個主觀 因為法官比較多 所以大家會一起把自己的組件一線 然後綜合在一起 原住民的議題 也不是只有在原住民區域 這個部分是被重視的 其實社會大眾也是需要被 來重視我們原住民的議題 然後進而來學習 佛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 二十四號展開模擬法庭的展演 將已經單獨通過的單列 原住民傳統姓名修正草案 作為展演主題 把準備程序和言辭辯論的環節 實際走一遭 保養士專班畢業學生也是這一次 某年法庭指導律師林玉祥談到 學生對實際法庭操作的確不熟悉 更無私分享十五經驗 儘管單列原住民傳統姓名已經三讀通過 但是回覆傳統姓名只有一次機會 律師呼籲還得回到憲法的思考高度 除非就是透過在修法的方式 因為其實次數的限制也是蠻不合理的 因為回到最根本合理性民決定權 其實受到憲法二十二條人格權的保障 所以還是呼籲立法者希望是在 憲法的角度上面去思考次數的問題 在長期觀看展演的佛仁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吳志光指出 姓名決定權是多元文化議題 包含在臺的移工新住民和規劃者等 如何正確稱呼對方應該受到重視 所謂多元文化尊重上面的話 傳統上面我們之前只想到所謂吃 民以食為先 臺灣有很多多元文化在飲食方面 但是問題說就一個人格尊嚴怎麼稱呼這個問題 直到最近幾年才慢慢受到重視 從丹烈原住民族傳統姓名 討論原住民姓名決定權的保障 吳志光也說未來某定法庭課程 將增設國民法庭 目前正在籌備當中 原民議題走住校園 除了培育更多法律專業人士 更要觸及多項領域 開啟更多與社會對話的空間 原則新聞 新北市採訪博士 要求新北市 新北市 新北市 感谢观看